- 大家好,欢迎来到BBT - 说桑沙国战,这个新桑沙里有个新武将叫诸葛瞻啊,这个他的台词就是无有三醉啊,未能睡觉,未能睡觉,未能睡觉啊,所以你们就得收看今天的国战视频啊,准备睡觉,嗯,加油,第一局,这个主持人玩家里叫小飞同学,26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,这选将的话都可以选吧,是我,我可能会选天风都是吧, 周瑜瞬间嘛,你还能玩一玩,好,最终他也是选择的田风都是,本局比赛,好,起手二号位,闪淘一个南蛮不错啊,这个南蛮里要留着啊,对于田风来说,南蛮是一张非常重要的牌,我以前也多次讲过,非常非常重要,你第一轮直接甩出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,而且这边还有邹市配着,很可能就有奇效的,所以这里一定要留着,嗯,而且你第一轮放出来再放出大位,对你没有任何好处,对不对, 留着绝对是有奇效,好,这边黄岳英这个选择了首量啊,比较常规,疯婆子,然后这个嗶哩嗶哩嗶哩,夏侯敦表示不服,这个一号位直接被下了托管了,嗯,好的,看还有没有卫国,跟着东哥一起上车,东哥表示你排多咋了,我就刚你,我就是不服,好的,仿佛没有什么卫国的样子,然后还下了,下托管了一个,下跑了一个,三个不敢出来, 我觉得这时候有位应该是会出来了吧,不然的话,你这个,夏侯敦都出来了,对不对,再不出来就过分了,是不是,人家敦敦都表示不服,好的,敦敦要受到黄岳英毁灭性的打击了,嗯,这个八号呢,也是被连了,吃挂烙了,那没办法, 先兵住,再杀一刀,表示大不了佛罗奔,啊,无所屌位,是不是,根本不管那些了,看八号到底是什么货色啊,好的,祖,儿子为爹报仇啊,你儿子恐怕不会为你报仇了,你儿子这个,啊,投奔这个大蜀国了,所以黄岳英为了刷牌,开了一个桃园,其实是我,我可能不开,我就吃个桃过了,这个桃园给很多人都回血, 其实是亏的,这里面就算有鼠,也是少部分,然后这边,邓爱,夏侯敦向黄岳英,展示了男人的雄风,啊,表示我有捡一马,我有顺手,我有无中,啊,然后又把这个旁边的人乐住,多余的乐,啊,表示,以我近的人对我危害最大,是不是,行,可以,没毛病,一样,为何开始,啊,竟然是个诸葛亮,替老婆拔横来了,表示我们大蜀国,夫妻当,还怕你们这些,泱泱蜀辈啊, 好的,顺一下,三剑两人刀,一带牢,逃走人了,这看起来手牌很好,啊,是准备把这个邓爱进行毁灭性打击了,我看,好,一个白不穿羊,穿羊射流,这里可以考虑救一下,第一,让这个夏侯敦些恶心,诸葛亮,第二,咱们这个男蛮,一会儿的收益会非常高的, 由于有随时的存在,不单单是可以,这个,呃,收一张人头牌,好,这边,红桃兄弟表示,习惯性脸黑,没法玩了,脸太黑,没法玩了,那你就不要玩红桃兄弟,看看救的有没有价值,哇,第一发虽然红桃了,但是这一发决斗反杀回去,啊,那就非常的赚了,这个桃的价值就很高了,就会儿看看能不能连收两锅,啊,就非常的爽, 啊,这边真忠臣大调出来了,果然是大忠臣啊,啊,看他要干嘛,不要瞎搞,别别把咱们再当魏国给乐住,就不好了,好,这边喝了一口酒,啊,也并没有出杀,嗯,还是比较理智的,啊,估计是本来想要诸葛亮,一看黑杀杀不动,啊,那就算了吧,那毕竟咱们也是三血不卖的,既然救了他,那这里就是准备亮将要难瞒的,不然就不救他了,就是,一荣,俱荣,一损,俱损,反来了一个连弩,啊,这就非常的爽了, 君不知臣,臣不知君,啊,而且还可以刻掉这个庞统啊,都是,万美发挥,那庞统你不服,小样,好,他选择了把诸葛亮给捞起来,翻掉庞统,嗯,直接诸杀之,哎,你不服,听说你不服,啊,这个五号是什么就不知道了,五号也没出过牌,你也看不出个啥的,一龙俱荣,一损俱损,足,啊,庞统就这样,死于, 抢宝之中,但是这个小人受力是口酒,哎呀,可惜了,打不死他了,怎么办,要不要杀五号,杀了五号一到,或者你从一号杀过去,好,这个人说主公别开枪自己人,啊,这里他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呢,就你自己抉择吧,啊,主持角还是比较冷静,觉得稳一下吧,万一真的是自己人呢,结果还真的是自己人,行,自己人, 雕蝉直接怒这个决斗大桥,这里可以考虑离间,啊,这里不要说牌啊,不要说牌,他开个代劳,你扔杀以后,他看见你扔杀,他就知道你有杀了,这里不要说牌,嗯,然后一离间,啊,雕蝉是会的,是不是,嗯,天命难为,好,看起来一切都在邹市的掌控之中啊,到底局势是不是这个样子呢,不要忘记这里还躺着一个呢,躺着这个人,到底要搞什么事情,啊,这边全都乐住,杀一 道,啊,其实还是有点岌岌可危的啊,啊,这些人还没有回来,不回来是好事啊,管你是什么的,好,这边有个乐,哎呀,可以,那顺了,那没有输出牌啊,全是闪,你守着闪,那就只好扔了过了,只好扔掉过了,嗯,这里推荐扔红桃闪啊,为什么,因为马上到牌队里了,这样减少大桥,再摸到方片的概率啊,当然这是小细节,嗯,有的时候可能没重要,但打100局可能就有点用了,是不是,嗯,好, 突然之间一号位回来了,呵呵,一号位表示我要收割了,好,看看他能不能收割,这个贱人,呵呵,反应,你要干什么,呵,让你发表情,怎么又跑了,呵呵,你这个什么网,呵,好,难道他也是群雄吗,呵,我不知道,好,这边扔闪过,无懈可激,哎,大哥,你一张牌也要,呵,也要判定,你是够有信仰, 那你代劳,代劳,弄死他,呵呵,弄死他,兄弟,你不是能弄死他吗,你怎么不弄死他啊,呵,没有黑了,是不是,好吧,随便吧,杀一刀,挺住,兄弟,一口红酒,可以,这个一号,我觉得是你收割的季节了,哈哈,这个险于曹人,果然不愧于蹲坑神将啊,蹲得贼接而舒服啊,好的,取武吞郎,还好他没有大点,不然这下真的要炸了,然后给大条补牌,再杀一刀, 到大条流离,啊,瞬间局势就变了,一下就变天了,然后还,咱们还崩了一雪,怎么办,看着这个大条和群玉,简直脑子疼啊,他已经扔闪了,就说明他有闪,肯定杀不死,但是,此时,便离大条怎么办,这就体现出周势的厉害了,闷杀了一个庞统,接下来再把大条闷杀掉,这里只能顺群玉,并不能顺这个陆迅啊,直接一个酒杀,你并不能流离,再见,好的,不然的话就麻烦大了, 这个曹仁突然出来搅局,翻不掉这个大条就麻烦大了,那接下来跟着曹仁单挑,曹仁,怎么还托管,你还打不打,哎呀,手速还挺快,小什么还挺会玩,是不是,还有这个顺手牵远,还把挖挖振顺了,我去,厉害了,我的哥,兄弟,你这个锯手啊,锯手,杀一刀,强行把装备都换了,表示我能锯手到闪,你杀我,我出闪,然后再杀我就摸牌, 是吗,想的挺好啊,可以再杀一刀,哎呀,这个八卦阵是恶心了,真是恶心,南蛮能不能打到一血,好,打到一血还可以,他被乐了,不要出来,不要天度,念咒语,好的,咒语成功, 大将军还要不要蹲坑啊,不蹲了,不蹲了,手里有桃吗,八卦阵还是要拆了,八卦阵不拆弄不掉他,好,这边把巡域翻掉,直接强推了,不然是有桃子,哎,把你巡域又翻掉了,再看看能闷不掉一个巡域吗,这局周势还是蛮有发挥的,无中生有,但是怎么感觉要打不过这个巡域呢, 这个巡域有点厉害啊,杀一刀,尽管来吧,这回合继续蹲坑,杀一刀,这个藤甲暂时可以不挂,因为他翻面了,下回再说,哎,但是他好像并没有蹲坑那闪,能不能打死他,能不能打死他,这里呢,有几种选择,你可以选择拆手牌,也可以选择拆负一,好,他表示选择拆手一,就算杀不辞你也稳一下,稳一哈哈,结果,这个人,蹲坑质量非常的差,谁叫你这个,嗯, 一直拖拐呢,这个发牌员就不眷顾你了,我们看看他的牌,头盔一下,满足一下你们啊,全是黑色的,这局填锋和邹市都是很有发挥的啊,也比较难得啊,好,咱们再看第二局,这个主持人玩意的叫莫离奉孝,九区玩家感受录像,这里呢,我推荐选这个,哎呀,连环围,不错, 吕布双雄也不错,吕布张角也不错,嗯,这三对都还不错,嗯,我会看心情选,好,最终选择连环围,OK,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武将啊,嗯,进可,团战啊,退可单挑,好,这边初牌阶段有技能,不知道是有何太后还是这个人的技能,一会看看其他人有没有,啊,拆一下下,冰柱,行,很浪啊,非常的浪, 嗯,还好你有技能,不然就直接标你个位,是不是,好,然后这边直接这个人添住了,估计要弄回去,好,把八卦阵先忽悟过来再说,对不对,弄不弄,咱们再说,八卦阵,寒冰剑,好的,美之之,心痛的赶脚,心痛的赶脚,果然很心痛,直接驱这个牧羊犬,打这个人,行,打的好,再杀一刀,好,又杀出来个什么,杀出来个草皮,可以的, 这个独菜,独菜,你,你简直是在逗我,兄弟,估计他压根就没看,一看寻遇,狐逼杀人,他就直接点杯哥,呵,你在逗我,嗯,很优秀啊,这得偷的也是很搞笑,不知道在偷谁,不偷一,一三血不慢,跑去偷,偷这个二,竟我偷出来个队友,好吧,灯爱只能说, 谢谢你偷我,我说不定野了,我野了,我就得感谢你,是不是,呵呵,感谢你全家,呵呵,好,这边杀一刀,再杯哥,好,一个拳,东戳戳,鸡戳戳的,行,这里既然大卫了嘛,那就出来抗一抗,这边打了个无蟹,火供,这里这个无蟹打的就很像群了,因为这个独菜已经没什么牌可出了,打这个无蟹也没什么意思,欢迎来搞,欢迎来搞,谁搞你啊,谁没事干搞你啊,有什么可搞的,你告诉我, 这也这笔一号,他表示想看一眼,啊,董卓,嗯,嗯,行,无所谓,小小娃娃,乳秀未干啊,不管怎么样,反正先还得打位,位还是挺强的,何仇不破敌,何仇不破敌,借刀杀人,一鼓于此,已知四方,好,他并没有空这个田啊,但是就是想把这些兵器什么的都搞一搞,能挑的挑一挑,留有一发火攻,一个杀,这边这个董卓应该也没什么功效,只能按下去打了, 还好这个邓爱不是个卖血的,他表示我把副将打开看看啊,副将并不能打出来,这边怒怪有波闪电,啊,就是准备撸嘛,把,尽量把手牌打空,江维本来就是魏国的,啊,对,江维本来就是魏国的,说的对,被这个诸葛挖墙条给挖走了,决斗,拍向了邓爱,在兵过,可以,魏国好像没什么队友的样子了,那看看就你们三个人能不能反扑啊,这边由于有白人身子,那就无善于千里其人吧,好, 可惜是夏侯渊,可惜不是大将军,好,神速二呢,好,不神速二,他表示我顺,我就对,我要先顺,先哪里走,不顺下回合就死了,他表示别打潮批,让邓爱等着,你不打潮批就行了,巡遇人还会打,是不是,哪里走,想吃菜也没吃了,好,忽悠了,八卦战也行,杀刀巡遇,补两张盘, 丙中针之志,首天天队之节,你,你,你背歌啊,独裁,那么喜欢背歌,不背了,也别双亮,看看区域,区域吞郎,让阿娘吃菜,阿娘出了一个一点,表示我都很小,很小,全身上下都很小,但是我有桃子,可以救一下,他不是位,他救了, 帮我一发南马,这里翻灯碍,到底穿不穿,我也不知道,反正,不去的一排翻灯碍,反正不穿的样子,行,他愿意翻就翻,我也管不了,你们也管不了,是不是,吃个桃子,聊神,偷一哈哈,也没啥可偷了,大家都没牌了,他竟然,他竟然就是没有去偷这个斗卓,你感谢,这斗卓就要气死了,就是撸不了,就没偷他,你看, 其他人没牌了,那个人留两张牌,这个五还不亮,不亮就不亮吧,马腾马老板,那他可能要开工资了,因为他没血了,他要称自己的血线,八号表示我的工资,你的工资,你有什么用,好,这边全都给连了起来,一发火煞, 真机,不是真机,曹皮,曹皮要不要闪,没有闪,直接把这个人翻了,看起来,他就算被撸空了,这边一杀,他也是,撸不了,好,杀完了,赌菜就跑了,跑路了,行,行,跑,跑,跑, 估计你也没什么排出了,这里,反正打打看吧,第一呢,要打死魏国,第二呢,还要防一下,有没有大群雄,对吧,至少有两个群雄了,桃子咱们肯定是要拿的, 对不对,自己,自己要这个回血,回隔血,这边他可能,要拿,要拿冠石主要强杀了,强杀灯爱了吗,行,那也行,看能不能强杀灯爱, 他表示,我必须得把灯爱收了,不能让灯爱再活了,可以吧,哎,还真的强杀掉了,你别说,那只能说群雄的桃子吃了,有点太那什么了,好,这边,当然了, 豪皮表示也不亏,收一波试,好,这边咱们把它顺了,闪电是不要顺的,闪电是此乃神物,怎么可能顺呢,对不对,好的, 这边这个出牌阶段的啊,小胖子太好了,nice,小胖子将为辅助你,必可登基,有勒可以控一下勒,勒住群雄,对吧,嗯,然后过拆勒住群雄,剩下一堆什么沙闪什么的,给他们摸去,愿意怎么摸怎么摸,对不对,过河拆桥,拆掉刀,行吧,还不敢挑衅了,桃皮牌太多,就也不用挑衅,没什么挑衅的,原控制住群雄就可以了,看桃皮这波, 早逼,会压制暗将吗,好,果然选择压制五和六啊,觉得你们是群雄,这帮群雄就压制你们,下一刀,这边肯定是要被饿的了,梅花啊,并没有什么乱用,等于自己白扔了一张牌,呵呵,接下来要利用闪电做文章了,正常来说,你这个一回合,你是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连起来,然后还控制闪电,但是有这个小胖就可以隔山打牛,而且给你两次找闪电判定的机会,是不是, 这个就非常爽啊,这个人不亮,管你亮不亮,反正就搞死,爱亮不亮,管你是谁,控制这个袁绍别让他瞎动,找两张梅花,你看这五张牌就没有闪电判定的,我感觉吧,控制一下,把好不要让他被批了,等小胖放全,再找个梅花全连起来,那样才酸爽,一会儿批群雄,可能是给他一张杀,然后再给他一张杀就可以了,甚至给他个桃就可以了, 因为如果他被批了是很亏的,他可能没想到这一点,没连起来,乐住啊,其实我觉得你直接把那个五和六就全连起来得了,对不对,管他呢,反正这个袁绍也不,他也不能怎么样,嗯,他摸了个白云狮子,行,摸白云狮子就放过你,是不是,小胖继续放全,继续放全,继续放全, 两次找判定的机会啊,刚才那次没有,这次有没有,这次有了,这次有了,这次有了,只有一个梅花啊,一个梅花就够了,那个狮子都不用管他,一个破底总督,小小娃娃乳羽未干啊,这里就直接挑了,准备弄死你们了,只要跟你们客气啊,那边那五不管你是啥,你爱是啥是啥,你爱是啥是啥,根本就不重要,重要吗,你们全都去死吧, 好,这八号板是佩服,你佩服啥,主公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,好,还有一口酒,还有两口酒,但是又有什么用呢,一切都是乌云,这个案内要死了,当然这个案内有可能是最有,管你是啥呢,反正去死吧,你看这种货色,这种乱税的货色,赶紧去死,你丢着泥,这不是要不打崩我们,美滋滋,瞬间又行动,感觉啊,感觉将为一个, 一个人动了三次,是不是,非常的舒服啊,接下来呢,只要他别是,一个特别爆发的猛的,袁绍,袁绍其实也无所谓了,就算小胖死了,他能打得过两条命的堂统僵围吗,那不是痴人说梦,过,过,怎么全是梅花纱,太有意思了,他还有一丝聊,他把白银柿子拆了,其实我感觉下手白可以吧, 行吧,果然是个袁绍,哎,不过无所谓啊,就让你打死小胖都无所谓的,而且你也不一定能打死,全都去死罢了,来,这都在杀一刀小胖吗,那再救一下, 这里其实可以闪了,我感觉,因为他如果,因为他如果手里是一九一杀,他肯定会堵,能杀死小胖,对吧,他不会来杀你的,哎,这边还是个傻儿子配傻爹,可以的,这个组合啊,没有将为辅佐,你们这两个,两代主公,这若姬没有将为辅佐, 啊,岂能登机,好,看刘备,刘备,刘备这什么操作啊,破横如吗,破横如,你给将为不行,你不要给,不是,这什么操作啊,我没太明白,老哥, 冰住他,冰住他,冰住他,挑一下,看他给了个啥,难道给了他个杀吗,也不是杀啊,兄弟,你给的啥玩意儿,我以为你点错了,想杀他给个杀,什么玩意儿啊,还是他已经杀过了,我就不知道了,他还表示我非常的机智,我卡你撸,这么要,卡个锤子,你直接都给将为不就得了吗,好,吃个好,每次吃,看这会儿能不能打死,能打,行, 打死了,死了,死了,一死百了,他怎么还拿了个桃园,拿个南蛮,拿个杀不就死了吗,涅槃是乐,然而这个袁绍捕捉到了什么信息啊,觉得我的,我的生命受到了耻辱啊,我举白骑行吗,我不堪受辱啊,太瘦了,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,下次节目再见,拜拜 感谢观看